大家好我是七小卓 又到吃鸡子的季节了 所以今天咱们来试两款例子 这两个就是今天要吃的了 脱骨礼跟蜂糖礼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脱骨礼掰开之后 果盒不粘果肉 蜂糖礼据说是吃起来像蜂蜜一样甜 并且因为它产量比较稀少 所以被称为礼中贵族 现在从外观上看着 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价格相差了将近十倍 这个6块钱一斤 这个蜂糖礼60块钱一斤 今天就来试一试 看看差价这么大的蜂子 吃起来味道有什么不同 我一样挑几个 轻的红的什么的 四个 这边随便来几个 OK一样 OK一样四个 好了现在蜂子已经洗好了 其实这个脱骨礼 也是前段时间小伙伴给我推荐的 在他们那好像是挺常见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这儿 我吃的蜂子最多的蜂子 就是那个黑布林 我们平时也叫它蜂子 但是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黑紫色这么大的那种 很便宜 来试一试 挺脆的 它这个酸甜呢就一半一半吧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很好接受的吧 我吃的反正是刚刚好 不像我们那边那个黑色的蜂子 黑布林 必须得放特别软了才能吃 就会非常甜 如果要硬着吃 又涩又酸 没法吃 这个我觉得还好 真爽口啊 好吧再来吃一个这个蜂糖礼 实际上这个蜂糖礼啊 比这个实际要大一圈的 即使里边像这个偏大一点的 也要比这个小很多的 放到这里边也就算是很 看 跟这个个小的差不多 这个摸着好像更硬啊 这脱骨里摸着好像软一些似的 好像有弹性 像那个弹力球那种感觉 来试一试 尝尝 哇 好甜啊 对 它这个外皮特别脆 有点像冬枣的皮似的 咔嚓咔嚓 很脆 果肉吃的也要更清脆一些 不过这个果盒好像都能脱盒呀 都不沾果肉 这个也不沾 这个汁好多 也有可能跟它各大有关系了 脆爽多汁 吃起来好像确实 口感呀 味道上 差点 也有那么一丝丝的酸了 基本上不明显 如果稍微能吃点酸的 这么吃 基本上感觉不出来 不过呢 店家说这个能吃出蜂蜜的甜味 我估计就是一个比喻吧 根本是吃不出蜂蜜味 倒是挺甜的 再来试一个这里边稍微偏黄一点的 这两个 吃完蜂蜜里再吃这个酸味好像就更明显点了 看来它本身啊 这个颜色跟味道倒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跟刚刚那绿的吃的一样 再来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被压了还是放的特别软了 这个都沙羊了 特别甜 看来这个应该是能放软的 我以为都是脆着吃的呢 刚才那个真甜 特别好吃 总的来说呢 这个蜂蜂蜜不管是从口感呀 还是甜度上呀 都要比脱骨蜜更胜一筹吧 所以这个价格上呢 相差出这么多倍 也就见仁见智了 当然了像我这种都没有尝试过的 第一次吃这个 其实酸酸甜甜的也还不错 只要别拿它跟那种太甜的东西一起吃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 好了 今天这个蜂蜂蜜跟脱骨蜜就试吃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转发关注点赞哦 拜拜